謝謝 有什麼事嗎 有些事想跟妳討論一下 請說 今天在會議上 我故意弄灑了妳的咖啡 妳居然沒有生氣 看來妳是真的很愧疚 我已經跟妳說過了 我是真心想跟妳道歉 只是妳不願意接受而已 我現在改變心意了 所以願意接受了 我不但接受妳的道歉 我也接受妳的補償 妳想要什麼 其實我不是一個貪心的人 也不是一個一逮到機會 就要東要西的人 我只是希望自己被安排在一個 合適的位置上 但是我知道總經理也是一個 看重能力的人 所以我希望妳能做出正確的判斷 依據我的能力和經歷 看我適合被安排在 在哪一個位置上 和什麼樣的高度 我知道了 從今天開始 妳不用回去營運 為什麼 不是今天上任嗎 是今天上任沒錯 只不過 只不過妳新的辦公室 不是在營運 而是在 這裡 這裡 這樣會不會太快 不會太快 我覺得現在這個時機 剛剛好 這些聲道總經 妳 妳確定嗎 我非常確定 妳是成為總經理 秘書的最佳人選 秘書 位置都準備好了 也整理好了 今天就可以立刻上任 我不要當秘書 我什麼時候說我要當秘書了 你不是說要我依照妳的能力 妳的資歷 妳的高度來安排 我覺得秘書 是非常合適的職位 你是故意的 我才不要當秘書 而且還跟妳在同一個辦公室 妳明明知道我想要什麼 妳卻不給我 妳是故意的 朱曉濤 我已經給過妳機會了 是妳自己不把話說清楚 才會造成現在的結果 是妳自己不把話說清楚 看來 是不接手 像現實動態 鬼才看得到你帥 不會 不白 不再有毒 愛護 誰留下會更熟練 都幾點了 還要等她下班才能走 好想現在馬上就走了 晚上要上手練 材料都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就等到時 她現在不知道 跟誰在傳訊息 既然在笑 笑得好假 好不真誠 我要下班了 總經理 那我就先走了 書老頭 我是說我下班 沒說妳可以下班 把我標註的地方重新整理 明天開會要用 那你根本不早說 非要下班的時候才說 你沒看到我一直很忙嗎 是 總經理慢走 好 朱小彤 我辦公桌下有個禮盒 裡面是一組刀具 你幫我送來我家 地址我現在發給你 記得用最快速度送來 陸慶忠 你真的當我是打雜的 總經理 我幫你送刀具組來了 我用最快的速度送來了 辛苦了 你可以回去了 小彤 這是你 你 你怎麼會在這裡 你不認識 我把總經理送刀具組來 那你呢 總經理 那他是 陸慶忠 我開始了 發什麼事 你從今天一上班開始 態度就非常奇怪 跟平常都不一樣 客氣到令人發毛 什麼 我跟妳這樣的感覺 對 很不舒服 那我檢討 你檢討 好 還有 你平常沒事不會打電話給我 你昨天打電話給我 還想了那麼久 你今天跟我說沒事 你有事情要不要直接問 好 好 我問你 你跟大師是什麼關係 我跟秉倫 就只是普通朋友 沒有特殊的關係 真的只是普通朋友 那不然呢 主要道 你說我跟平常不一樣 那你不也是嗎 主動又幫我買咖啡 然後工作上又這麼積極主動 跟平常完全不一樣 我也覺得很不舒服 而這一切的改變 都是在昨天遇到 你那個所謂的 普通朋友之後 你覺得我會相信嗎 對 沒錯 我跟秉倫就是超好的哥們 所以你現在是連我交朋友 都要管了 是嗎 所以大師很重視你這個朋友 等一下 難道你是因為秉倫的關係 今天才對我這麼好 沒錯 因為我需要大師的幫忙 陸進舟 你的城府夠深 是嗎 我城府夠深 那你呢 我怎麼樣 你那麼討厭我 還願意當我的祕書 你也不恍多讓 好 那今天我們就來把話說清楚 以後誰都別來陰的 對 我願意回來當你的祕書 就是因為我想抓住機會 拼命的往上爬 因為我已經設立好目標 我要踢走你 取代你 幹掉你 你什麼態度 你不要說話 坐下 是 好 我已經把心裡的話 都說出來了 換總經理你了 那你想知道什麼 你之前翻耳掉我 現在又叫我回來工作 你最終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我最終的目的 是想讓你放棄黎晨 但你還叫我回來上班 還讓我證明我自己 因為我想看看那個 明明已經失去一切 所以拚了沒想回來 就算被調到客服部 也不死心的你 到底有多愛黎晨 為了回來 你能拚到什麼樣的場合 所以你才故意打壓我 耍我 你會不會太幼稚了 我只是一直在找辦法 看如何讓你放棄黎晨 那可能要讓總經理你失望了 黎晨就是我的命 我會讓你看到 我會如何死守他的 朱鑰彤 我真的很欣賞 你的資金跟決心 但我不會給你機會 其實不用這麼複雜 我們也可以很簡單的處理 例如 大師 您繼續教我的朋友 那麼這些 我通通不追究 好 那就請尤先生走法律途徑吧 因為你的要求 已經違背了我的原則 原則是可以變通的 妳說得沒錯 原則是可以變通的 只要他願意讓朱曉彤 回到營運部當副總的話 那我就可以繼續教他 好 抱歉 那是不可能的 那我也很抱歉 繼續教你的事情 我的答案也是不可 來 師秉文 你無論如何 都感謝大師過去的體驗 讓我受益良多 我有事先去忙了 那就照你的意思做吧 冠軍